伊拉克官员说,首都巴格达发生一系列爆炸袭击,造成至少11人死亡,40多人受伤。 当局说,星期三的多起爆炸中,有两起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警察局外面,另外有一起路边炸弹袭击针对的是一支警察巡逻队。 巴格达星期一也发生一系列爆炸,造成10人死亡,19人受伤。 伊拉克发生暴力事件的数量已经从2006年和2007年教派冲突的高峰大幅下降,但爆炸和枪击事件仍然经常发生。